妈 你说要是咱们成天只吃鸡蛋和挂面 是不是也能撑很久 你说的那个项目没有谈好啊 不过项目嘛 总有下一个 就像这个挂面一样 也是总有下一包 喂 什么 我马上就过去 那个妈 我有事去一下敬老院 麻烦你先吃吧 童叔叔出事了 那我也跟你一块去 没什么没什么大事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去了 你这裙子太脏了 回去给我换个干净的衣服 想 老头 下来 下来 老头 我们下来的啊 你们一个个都是坏人 坏人 下来啊 还下来啊 我不下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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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劝 你说这大野行 那大青岛够在当人呢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来 我不下来的 女士 你找谁啊 我张老佟 你那什么人啊 佟爷爷 没有其他家人 从初中开始 我就是他的指定帮扶志愿者 他的紧急联系人也是我 至今有点忙没过来 那您是刚刚联系的真高贵女叔叔吗 对对对 那您可下来了 快去看看吧 这老爷子压倒了可折腾死了 是吗 对 就在那呢 下来 好 我不会下来的 我去看看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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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 下来 老头 下来 不要去 佟爷爷 下来 下来 真高贵 慢点啊 好 佟老您没事吧 您不糊涂了吧 还认识我吗 你不院长吗 没事没事没事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想不想我呀 当然想 这里也无聊死了 想你你也不来 我这不是天天加班吗 咱们屋里说啊 嗯 你不让老爷子真糊涂假糊涂 老给我们来这处 爷爷 您下回再做这么危险的事 我可真要生气了 哎呀 我那是装的 那也不行 我这把年纪了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你看看啊 嗯 我这个窗户事业多么地通透 嗯 隔壁那个牢里头啊 他那个窗户被那个大叔给挡住了 要看中了这个房间 天天到这儿来倒腾 我要是不这么一闹 还不知道被他们欺负到什么地方呢 以后有人欺负您 您跟我说 我来解决 太过分了 哎呀 我也到这个年纪了 什么样的困难没见过 倒是你呀 就算社会以后 会遇到很多困难 得动动脑子 嗯 爷爷说的 我肯定老老记在心里 好 哎 你吃点葡萄 嗯 好吃 好甜 甜 哎呀 爷爷 嗯 就是吧 最近 我们家遇到了点变故 没有给您打生活费 哎呀 没事的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其实你们家打给我的那些钱 我一分都没花 全部都存着 爷爷 我想着 你长大了 用钱的地方很多 要是碰上什么坎啊 还是钱块用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了 嗯 如果需要 随时可以到我这里去 哎呀 爷爷 我给您生活费 就是让你好好照顾自己的 别省着 再说 我们家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资金周转 出了点小问题 能解决的 您就照顾好自己 我就放心了 我送送他啊 嗯 小心待机 高贵啊 哎 你跟我说实话 真的不用钱来救急吗 哎呀 真不用 您就别担心了啊 哎呀 哎呀 你看你 还不愿意说 其实我都看得明白的 嗯 哎 哎 其实我那些事都是小事 我自己可以解决 您呢 就好好放心 照顾好自己 哎呀 哎呀 这孩子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好的 那你解决完以后 常来看我啊 一定会的 您快回去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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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